哇,這裡是山的 但這裡還是蒸蠔 粒粒很大,焗蠔 三種口味 還有文昌雞 還有特色的椰漿糠 哇,這餐真的厲害 很特色,大家一定要來試試 Hello,大家好,我是珍小妹 我們今天在南山區 有些事要做 現在就來吃晚餐了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間叫漁民食堂 是專門吃台山山蠔的餐廳 它是在深圳灣口岸附近 如果大家住在元朗或屯門的朋友 就過來非常之近 而且可以吃到正宗的台山山蠔 首先教大家怎麼來這裡的路線 如果大家在深圳灣口岸過關 就可以馬上過來 就比較方便 如果在其他口岸過關 就找回二號線 到這個燈糧站的A出口 出來之後就直行 來新渡北 用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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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新建篇 用車子 用車子 畫面 好 一條 用車子 用車子 这家店的台山山豪是有自己的养殖场的 所以他们的货源和品质是非常之好和稳定的 在深圳开了20年了 我们今天就是星期日的夜晚过来 现在是7点半左右 是爆了场地 虽然不用排队 但是满满都是客人 带小朋友都有 非常之受本地人的欢迎 我听的声音其实比较少香港人 我相信这条片出了街后 喜欢吃山豪的朋友就会过来 下完单之后 服务员就会在你面前宴开那一块椰黄 我们平时吃的椰子鸡 可能那个汤底也是会用椰青 但是这一间就是专门采用椰黄 那个浓度是会更高 煮出来的汤底是会奶白的 倒在你面前的窝底里 是非常之真材实料的 首先我在它当田链鱼 这个雪白雪白的 要炸下去的 哇 要压下去 哦 白酥酥的这个汤底 椰子鸡就吃得多了 但是这些真的比较少 之后它还会另外给了一只碗仔 还有这个蓝碗酱 这个椰子鸡肉 它炸蘸的味道可能口感好像没有那么好 但是配上这个南美果酱 它有果香味 所以椰子油都很好 这是肉 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它这个比较特色一点的 就是刚刚在那个椰浆汤底炸出来的汁 然后加上了它们的蓝莓汁 它们的蓝莓汁比较酸一点的 开胃的这个 炸一下那个椰渣很香 很好吃哦 老板就是确确确确确确的台山人来的 所以它自己就是一个源头直供 它们的自家的蠔牆是有两万某那么多 是早上凌晨四点钟已经要去蠔牌那里起蠔了 8点钟清洗完之后 10点钟直接在台山那里送货直供深圳的餐厅 所以每个食客拿到手的山蠔都是当天新鲜送的 所有的品质都有保证一点的 连我老公这个不吃山蠔的人 今晚应该都可以帮大家试一下 如果是品质不够好的山蠔 我老公是绝对不能吃的 大家明白的 这间餐厅是在深圳湾的天台餐厅来的 风景是非常之美 但是我们今天过来就是下暴雨 所以没办法拍到外面的风景给大家看 开天或者日头来的时候 应该都是一个不错的风景 还有它这间店有个很好的位置 室内就禁烟 那大家如果想吃烟的话 就可以去外面的花园仔了 那刚刚呢我们在大众点评收藏打卡之后呢 就会送回一个很养生的糖水 雪梨邓雪耳的朋友 变了野饮的样子 摸上手是暖的就不是冬喝了 试试 有些纪纸和红组的味道很濃 雪耳也做得挺好的 哇很久没吃过打火鍋是喝热饮的 吃这个椰子鸡一定要加这个沙鸡 才是正中的 小米椒 香菜 摘一些青苓 台山山蠔自由 哇 正啊 今晚很補啊 这个鸡放进去之后呢 继续6分钟就可以吃了 不需要煮太久的 我们现在的菜就全部上齐了 马上来试试这个新鲜的蒸蚝 哇 好大粒啊 我有点...有点压底 超重超聚手 它的糕是 一口过 哇 它里面的糕多到... 爆了出来的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放冬了就不好吃了 它现在吃下去的热辣那种 就是糕的鲜味就可以一口下去了 嗯... 嗯... 好 尝试第二个 这个又是蒸蚝 有点绿椒 嗯... 闻上去就比较野味 太识风味 我试试 总之它粒粒都很大 哇... 这个野味好多啊 这个好香 嗯... 它下面的粒瑤 就是粒的 它是爽的 很难咬开 经典的蒜蓉粉丝精灵 哇... 这个真的经典再大粒一点 喂... 好像开盲盒 那样越来越大粒 为什么可以 是啊... 超大粒 哇... 嗯... 可以吃热这个 山蠔自由 而且是高品质的台山山蠔 焗山蠔 同样都是超大粒的 好像听电话 你一分的 有榴莲味 有特色的青芥末味 我试试这个 这个就没有蒸蠔那么大粒 但是它焗完之后 不知道它的口味是怎么样 试试先 嗯... 很好吃啊 它的味道是递真上去 又最淡 慢慢到最浓 里面还加了一细细的芝士 整件事是很浓郁的 吃下去又是滑络络的 拉丝的 哇... 这个好啊 嗯... 榴莲味 棒 它的榴莲肉很绵滑 冰味其实比我清淡 不会特别浓 都不会很浓 哦... 还有这个榴莲果肉 哇... 真材特别 快点试试这个鸡 嗯... 鸡皮很肥 很滑嫩 鸡味都很浓 滑嫩? 他们是嫩滑你滑嫩的 鸡最大的评价就是 鸡有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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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有鸡有鸡 哇... 又爽 又爆汁 又多油 又惹味 一咬它 煮了一声那些油 爆了 很好吃 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本来吃的食物 比较清淡 突然来这些小串 很爽 噴热呢 吃完这个烤鸡鸡串 嗯... 它是鸡鸡鸡 鸡鸡鸡 新鸡鸡 爆汁爆油那种 噢... 海螺片 然后可以蘸这一粒 我这个海螺片 刚才有小姐姐 帮我做了一个芥末豉油 嘩...最后 好像在吃私生那样 先吃这个虾 这个虾 这个虾也挺大 我以为虾在这个汤底煮过呢 超鲜 超鲜 超鲜的那种椰汁味 都吸收了 超好吃的 哇...很脆的 它的虾 很脆的 还有这个 水煮的山头 看看如何 先喝一下汁 哇...很饱了 如果大家厌麻烦 不太会煮的话 又不太会煮多少秒的话 这里其实是有一张参考的烫煮时间表 如果你很懒 想人家帮忙 你只需要举手 跟这个服务人员说 他会优秀你 他会帮你 剥虾线 剥虾头 剥虾线 然后所有的螺片 还有山蠔 他都可以逐一只逐一只 帮你煮好 然后放在这里给你吃 那就不怕自己煮得太久 老了 或者是还没熟 最后一个 试试他们店铺的西冷肥牛 买一下沙茶酱 这个就可以 嗯... 很大件肉 很松牛 但是它比较鸿韧的主打 就是 现切的圆条牛肉 煮下去就不会散开 所以炸下去就是不停地炸的感觉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吃饱了 如果大家想来吃这间餐厅的话 可以留意他们的大众面庭上面的团后卷 有些二人餐 三至四人餐都有 最贵最贵 可以去到$838 四人餐 还有海青斑 本地鲍鱼 还有我看到刚刚那张餐厅 它还有这个高蟹可以吃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海鲜有要求 这里的山豪 绝对不会令你失望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 关注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